在如今的社会中,卖房成了刚需,哪怕负担巨额房贷,很多人也要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 背负房贷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,因为每月薪刺扣除房贷之后,几乎所剩无几,负担过重,甚至连饭都要省着吃。 而部分人就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,会觉得压力越大,自己就越有动力工作,偿还房贷也就成了很轻松的事情。 只是,有这种心理的人多半是眼前工作,有很大的上升空间,好比艺人这么行当,可以凭借多接几部戏剧,来缓解自己的经济状况。 而知名演员依震便是如此,不过,相对于她的事业,相信大家对她的感情生活会更感兴趣。 现如今,已经55岁的演员依震,从已多年来,出演过多部经典的本土剧,无论是深情暖男还是作恶多端的复兴汉,都能轻松驾驭。 外表俊俏的她在演艺圈创当30年来,不但深受观众喜爱,前前后后也和圈内几位女星谈过恋爱。 第一段被大众熟知的,就是和同事本土剧演员林千玉的恋情,不过,两人却在交往5年后分手了。 而分手不到半年,林千玉就和另一位演员焦恩俊走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据悉,某次依震参加婚礼,碰巧遇到旧爱林千玉,两人坐在不同的酒桌上,虽然相隔不远,但互动并不多。 后来在采访中,她曾表示,有主动与林千玉寒暄,也称两人虽然已经分手,但彼此之间还是非常好的朋友。 外传分手的原因是女方的父母及姐妹桃反对。 对此,依震说,可能是自己的担当还不够,所以在眼前有解决不掉的困难时,会让女方觉得没有安全感。 而林千玉却说出相反的话,表示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,纯粹是两人之间的相处出了问题。 之后在媒体采访的时候,她还补充说,和依震无疾而终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彼此之间太了解,没有秘密之后也暴露出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。 也颇有感慨地表示,谈恋爱要互相付出和用心,只能说彼此不适合。 对于这一点,依震倒也负荷,说曾与对方论其婚嫁,但在许多方面仍然没共识,生活习惯及理财观皆有不同。 而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彼此融入不了各自的家庭和朋友圈,无奈之下才选择分手。 与林千玉分手之时,依震已经49岁,考虑到年龄以及经历等原因,她心情低落之下,甚至认为自己这辈子不会结婚了。 然而,对感情失望的她却在人生的后半段遇见了小她16岁的真命天女。 低调和女友交往一年后,她才突然在社交平台上无预警宣布,和怀孕的嫩妻结婚了。 双喜临门的消息让粉丝都感到十分惊讶,不过反映过来之后也纷纷送上祝福,圈内好友也提留言祝好,还调侃她是在赶尽度。 而这位让她转念,决定成立家庭的女人是补教业数学名师邹林,两人相识也比较寻常,在2014年时相遇于一场共同朋友举办的餐会上。 初见之时,两人就很有演员,在打开画夹子之后就聊得十分投机。 餐会未结束,两人就加了彼此的联系方式。 随着频繁的讯息往来,两人的感情也急速增温,也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。 据依正表示,两人在一起非但没有契机,甚至连简单的告白都没有。 还说,就像已经成为过日子的夫妻一样,过程非常平淡。 谈及彼此欣赏的地方,邹林表示,喜欢她的成熟万众,更大赞她的体贴与疼爱。 还形容到,她就像一个保镖一样,时时刻刻都在身边保护着一切。 两人实际的登记时间是在2015年的11月11日。 网友留言问,为何要选在光棍节? 她则回复说,也没有特别敲日子,定下的时候才觉得算是代表一心一意和一生一世了。 两人的感情一直都很甜蜜,当时也非常期待孩子的出事。 甚至邹林还在怀孕的时候,她就已经为女儿取好名字,叫布布。 回想两人一路走来,她笑说,半夜想起来这一切,还是会激动到想要落泪。 原本担心岳父会反对,没想到提亲时,对方却跟她说,不用给拼金,只要给幸福就好。 也是因为女方家人的大度和放心,让她格外感动,也更加珍惜这份感情。 而在结婚那天,她就曾感性地对妻子告白,说,在家庭与婚姻这条路上, 自己已经当了数十年的逃兵,直到遇上你,才渐渐相信,在云云众生里,真有那么一个对的人。 也许爱情就是这么奇妙,让原本不打算结婚的她,竟然开始主动在感情中付出和探寻。 尤其是在女儿出生之后,成功晋升为三口之家,她更是对妻女许下承诺, 山耀尽最大的能力呵护她们,保护整个家庭与未来。 而自从这段感情曝光以来,夫妻俩一度成为圈内的模范夫妻,令人艳险。 荧幕上的依震是受人邪爱的演员,私底下的她又是位温馨又柔情的慈祥老爸, 超丑女儿的举动连爱妻都大为吃醋。 日前,邹灵还在节目中控诉她,称自从二女儿出生后夫妻俩的关系, 犹如在太平洋的另一边,更是大呼快要受不了了。 区媒体报道,原来平时节俭的依震自从二女儿出生后, 本来就很疼孩子的她,不惜砸钱换大车,就为了女儿们坐车舒服。 重点是,她还不准邹灵坐到副驾驶座,要求自己到后座照顾小孩。 惹得邹灵一度说,有了孩子后,作为女主人的她在家中的地位瞬间跌落, 紧紧排在丈夫前面。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,邹灵还表示, 家中原本是一台误人座休旅车,应付两个年幼的女儿可说是绰绰有余。 而成功购车后,这台车也完全成了孩子们的保姆车, 最后面放满尿布、餐具等一切,应有尽有, 只为了让小孩的吃喝拉撒睡都可以在车上解决。 提起此事,让她不禁心酸感叹, 车子买到现在,她只摸过副驾驶座的门把。 不仅如此,她还说, 因为二女儿超年爸爸,天天要一阵哄才肯入睡, 让她这个女主人只能委屈地挪到床的角落去, 夫妻俩相隔超远,也让她有了很深的怨念。 直到搬新家后,在她的强烈要求下, 终于有了孩子们的房间, 才终于能享受夫妻的两人世界, 但没想到更夸张地还在后头。 义正后来担心,孩子们醒来找不到爸爸,会害怕, 竟然坚持在卧房哄两个女儿睡觉。 甚至还为了让两个女儿睡舒服一点, 有好几次都是睡在大床的边缘, 一翻身就会跌下床的程度。 更甘愿在两个女儿睡着后, 独自去睡她们的单人床。 对此,爱女心切的医症却一点怨言都没有, 还甘之如意地笑说, 其实想起来还是很开心的。 但疼爱小孩的她, 也不禁做得事无巨细。 结婚六年以来, 夫妻俩之间甚至还为此闹出过矛盾, 邹灵甚至还一度被气到离家出走。 据媒体报道, 前段时间她在上节目的时候, 畅谈孩子究竟是夫妻间的润滑剂, 还是助燃气。 她曾满腹委屈地说, 老婆婚前对她百依百顺, 说话也都轻声细语, 只要和老公在一起, 她什么都好, 没想到婚后竟有了惊人转变。 由于邹灵本身是个细心的人, 所有东西都要分门别类放好, 对小孩的东西更是如此。 有一次, 医阵要切肉, 看到很多个砧板, 便随手拿了一个。 没想到老婆回来看到非常火大, 质问她为何拿小孩的砧板来切肉。 她当下听完秒回, 用完洗干净就好。 没想到这句话让妻子的情绪瞬间失控, 气得大骂, 早就说过哪个颜色的砧板是干嘛用的, 甚至怒标, 长脑子是干嘛用的。 这句有些过分的话让她也非常恼火, 当场会说, 最多砧板洗个三遍, 总可以吧。 之后夫妻俩就开始冷战, 结果, 待她冷静了一阵子, 却惊觉, 妻小都不见了。 没意识到问题严重的她, 心想顶多就是逛个街就会回家。 没想到后来收到老婆的讯息, 说已经带小孩出门, 且今晚不回家了, 这才让她吓傻, 于是赶紧追问人在哪里。 但宗林紧回在台中, 她只好开车南下, 在路上就开始低声下气地向老婆道歉, 最后还搬出爸爸再问孙女情况, 老婆才肯松口所在位置。 大那之后, 她便再也不敢乱动老婆整理好的东西, 用起来也都非常小心。 其实夫妻之间的这种小矛盾, 难免会有, 只要有一方肯低头, 很快就能过去。 义震也是深知词理, 所以能很好地保护好夫妻感情。 其实, 义震的好脾气不仅在家庭关系中有所体现, 在圈内也赢得许多艺人的赞誉, 而好人缘也是她能一直有细约的原因所在。 现段时间, 她还曾出演《天之娇女》, 不过却因为角色的结局, 并不好, 引得网友纷纷说其太衰了。 而戏外的她则欢喜乔迁, 致产于内湖。 她也曾通过经纪人表示, 大女儿将上小学, 希望给小孩好的学习环境, 便着手买大一点的房子。 之前曾乘着天之娇女的杀精阶段, 着手搞房室, 但无奈碰见疫情最艰辛的时刻。 当时山上三级警戒, 并要求施工室内不能超过五人, 她便当起监工, 加上师父两人戴着口罩, 赶工装潢, 终于搬入新家。 随着疫情逐渐明朗, 她才打房秀出豪宅, 还说非常期待女儿上学后的新生活。 戏上加戏的是, 她手头上还有多部戏将陆续上工。 经纪人表示, 有了房贷压力之后, 她会更加好好拍戏, 赚钱付房贷。 而她自己也说, 这就是甜蜜的负担。 此外, 敬业的她还表示, 虽然要努力赚钱, 但也不能来者不拒, 依然要严格把关, 每部戏的质量, 不能敷衍定对。 依正的这番话, 相信也是许多粉丝想要叮嘱她的, 毕竟, 艺人力胜的根本, 还是优秀作品。 如果不能带来好作品, 自然就会败尽自己的名气。 相信她一定能把握好这个度, 再努力还房贷之余, 也会进一步磨练自己的演技, 为观众呈现出更多经典作品和荧幕形象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,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,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,